這間飯店就被洗評論了 洗評論直接從3.3 把他洗到了4.5顆星 差一點這一間商旅就要變成了五星飯店 好 大家是在Google評論上頭洗他的評論 而昨天有大批的人過去網友過去 都是直接給他五顆星 這家飯店的位置是在東京的馬羅德飯店 本來的Google評論是在前幾天 說只有3.3顆星 那個時候大家查完了Google上面的這些評論 然後跟其他的選手做對比之後 認為我們的選手是不是真的住得太委屈 好 這樣的一個評論 現在就在網絡上頭瘋傳 然後開始多出了300多則評論 通通把它變成了五星的平等 最後讓整個飯店的評價飆升 而後來是因為又被Google給發現 所以整個在現在是被校正回歸 好 再來看到的是在高端的部分了 高端EUA現在國民黨方面已經正式的按鈴控告 這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滿 說現在高端第二期的報告還沒有完成 就先去跟這個政府這邊簽署了40.3億的採購 好 按鈴控告呢 這劍指的就是指揮官陳時中 認為這當中是不是有圖利的問題 畢竟你都還不知道他二期會過或不會過 你就先跟他簽了這個採購 之後呢又趕緊的來通過了EUA 覺得就是為了要讓他在8月的時候可以量產 這40.3億的採購案才有辦法兌現 對於藍營提出這樣的指控 同時呢直接到了檢調來按鈴控告 陳時中表示說他真的是心灰意冷 但是呢對於民間很多的質疑 陳時中昨天在記者會上頭 其實也有相關的回覆 這當中呢就包括了 在EUA的專家審查會議的部分 他就講了說確實啦 現在每一個國家的制度是不一樣的 我們沒有錄影公開 其實他認為呢不公開也有好處 原因是因為專家才可以暢所欲言 那另外呢大家也問到了 說專家一直補件的原因是什麼 他講的是因為呢 這沒有相關的資料還沒公開 所以呢他也不是這麼樣的清楚 然後呢也有人提出質疑 說現在的疫情是相對穩定的 而且有很多的疫苗 已經能夠陸續WHO認證的 做到三接的實驗的疫苗 已經進到台灣來了 為什麼還要趕緊來過這個EUA呢 他就講到說他覺得疫情起起伏伏的 沒有辦法預料 所以呢現在我們趕緊先讓他通過 等到疫苗有缺口的時候 就有緊急使用的必要了 另外呢很多人也在問 中和抗體是不是不等於保護力 畢竟有很多專家告訴我們了 這兩者之間其實是有一些落差的 那他講法是說 病毒株一直在變化 這有打總比沒打來的好 雖然講是這樣講 但是呢打疫苗為的就是保護力 而現在呢在目前台灣擁有的疫苗當中 包括了AZ包括了莫德納打什麼疫苗 其實呢大家已經開始陸續的在有討論 甚至呢也有人為此感到苦惱 但問題是等你選完了疫苗 施打的意願登記之後 像在第三輪有800多萬人 他們是願意打AZ的 但是我們的AZ只剩下208萬劑 要什麼有新的疫苗進來 恐怕還沒預約到的300多萬青壯年 會不會最後就只剩下考端 國內疫苗短缺第二輪加第三輪 已經有一千一百二十五萬多人 搶上網做疫苗意願登記 但有民眾爆料 疫苗登記平台大有問題 有民眾有高血壓 登記的時候被歸在第九類 但之後就沒有再顯示 另外有心臟病的民眾 也發生了同樣的狀況 除此之外 第三輪以48歲以上的民眾為主 疫苗預約簡訊開始發送 但網路上卻傳出 有許多二十三十多歲的人 並非第九類也收到簡訊 在發簡訊的時候就剔除了 那最近講的情形 我想我們跟這個政委那邊再來討論一下 截至七月十九號為止 第三輪意願登記八百八十六萬多人當中 願意打AZ的有四百九十五萬多人 指揮中心只發出一百七十萬封預約簡訊 那其他三百二十五萬人的疫苗在哪裡 我們實際來計算 AZ疫苗總洽購一千四百七十六萬劑 但到貨加捐贈的只有五百二十五萬劑 扣掉打完和保留第二劑之後只剩下二百零八萬劑 即使民間企業購買捐贈的BNT進來 也以十二到十八歲的學生為主 三十到五十歲左右的青壯族群感到恐慌 那我們也會盡速的想方設法 看能不能盡速的把這年齡層能夠往下來移動 日本應該還有很多的AZ疫苗存在 那這個時候你不要再叫人家送了啦 我們就直接跟他買 我相信日本應該會答應賣給我們這些AZ疫苗 四周之後第三輪AZ打完 國內疫苗將只剩下八月上市的國產高端疫苗 如果AZ跟莫德納在不進口 數百萬打不到的青壯族群 都將成為國產疫苗的主要施打對象 記者余盛行王毅仲台北報導 好 各自音消息 這是根據中國大陸官媒新華社的報導 說在南京路口國際機場 有工作人員20號新冠確診了 這確診者主要是在地面服務 以及負責清掃等等的工作人員 那麼在獲報之後 南京對機場相關人員已經開始進行集中隔離 而截至20號晚上11點 在南京機場這邊是已經取消了105個航班 另外也延誤了151個架次 這是有關於南京機場這邊有工作人員確診 影響了251個航班的一個最新訊息要提供給您 另外再要來看到是在屏東縣的這個Villa火扣趴事件 現在是已經確定了在屏東縣府的部分 對於前南辦的執行長陳振文 直接開罰10萬元 但下陳振文說他不服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呢 在拿到了進到Villa裡頭的這一些入住名單 以及呢進到餐廳裡頭使用的名單之後 已經針對這些名單的這一些賓客 通通開罰一人是10萬元 這當中呢陳振文他的講法是 他還沒有收到相關的訊息 但是他重申自己跟老婆還有孩子三個人呢 他們當天晚上是在一樓的獨立空間用餐的 他們沒有參加二樓的火鍋趴 沒有違規 也因此對於這樣的財閥 他表示不服 應該會再提起勝訴 新增的本土個案是18例死亡是4例 那麼目前呢累積到現在 這因為新冠而死亡的案例呢 是773例 好大家就在問了726 現在看起來疫情稍稍的減緩 有沒有可能我們能夠真正降級 不再是違解封 對於這件事情指揮官陳時中他昨天的回應是說 降級確實有機會有可能 但解封呢他直接說沒有解封這件事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世界各國 很多地方在解封之後 這疫情會再一次的爬升 也因此呢他們表示說 現在不管是有沒有降級 解封的部分都還要請大家再忍一忍 台灣疫情趨緩但個案數不減反增 20號新增本土18例 境外6例有4人死亡 最快本週就會宣布降級與否 大家都很好奇 若降級相關指引如何規劃 捷中心表示會跟地方政府 討論部分管制鬆綁指引 以預防加應變能力為主 公布後地方政府可再自行規劃 但不是每個行業都鬆綁 若無法維持戴口罩社交距離的行業 解除時間就會越慢 我要下禮拜之後要施行的一些措施 先跟地方政府 大家來就是說來討論一下這個強度 那跟執行上需要注意的事情 降級幾乎可以說是勢在必行 回顧三級警戒標準 單週三起社區群聚日增10例以上 不明染源個案 其實都以達降級標準 但專家憂心北台灣光是7月19 20號兩天就發生 台北市松山護震事務所 精湛威秀 新興秀泰 Wardream以及家住新北市的 林口三井Outlet員工染疫事件 北北桃持續爆發疫情 為降級增添變數 專家憂心 新雙北地區多起群聚展 緣不明 許多是微解豐厚的電影院 健身房百貨賣場 未來一到兩周估計 還是每天會新增10到30例不等個案 即便宣布降級 如果沒有細分行業分批管制 恐怕疫情還是會再起 記者張家鵬翔 詳於SNG台北採訪報導 再來看到是現在呢 大家也在問了疫苗施打率的部分 其實在這幾天 疫苗施打率是還不錯的 上市在前天19號有全台灣19萬人 打疫苗 目前的涵蓋率已經有到23%了 所以跟蔡總統他講的25% 可能大概在三四天就有辦法達標 但問題是眼下颱風要來了 那如果颱風來 你有預約打疫苗要怎麼辦呢 指揮中心的指揮官陳時中 告訴我們 要是放颱風假的話 那麼屆時會依停班停課標準 來進行 如果有影響到你預約打疫苗的話 麻煩這些民眾 並入下一期再預約